我利用元朗的上手來理解一下 在元朗這個地區市民的生活 我首先去到一個劏房 這個劏房大約面積是100呎多些 四個人在這裡住 生活環境是狹窄的 他們都是有申請去 搬遷去一些過渡性房屋 他們都想盡快可以上樓 我亦都解釋了給他們聽 我們現行的一些公屋的政策 包括我們會在五年來 建三萬個簡約公屋 加上我們已經準備 會整體提供兩萬多個角度設置房屋 都希望盡量去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 我的感覺雖然我們住的環境是擠迫 但是家庭都是很有溫暖的感覺 我心裏替他們開心的 但是居住環境的確是要改善的 然後我就去到元朗新街 看看在我們地區治理方面的成績是怎樣的 我看到例如在新街的一些左街和衛生的問題 是大大改善的 我亦都看到有些照片就是在我們行動之前 和現在長期可以保持到道路暢通 兼且馬路上的整結是有明顯的進步 這個成績我是感到鼓舞 整體我們處理了都已經有七百多個這些衛生的黑點 市民都告訴我是保持到的 是沒有固態服務的 這個我會繼續要求在地區方面繼續工作的 之後我就來到這個酒樓 這個酒樓我的目的都是 希望看下街坊平時的一些生活 聽下他們的一些意見 告訴我們在元朗裏面 哪些我們政府是做得滿意的 哪些是希望政府繼續做的 元朗我們都很快會成立關外隊 關外隊亦都更加可以了解 還有市民又對於他們相對熟悉 當區的問題盡量反映 我們希望盡快可以處理好市民最關切的問題